大家好,我是阿中,今天我们利用铜号为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们在家里面炒铜号,有人焯水,有人直接炒,那样做都不对 大厨今天给你分享铜号的正确炒法,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首先我们把轻易好的铜号给它切去根部,然后再给它改刀切成段 铜号我们在切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分开,在炒的时候也要给它分开 我们把铜号锅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把铜号锅放入一个干净的碗中 好,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再切点酱肉 这个酱肉是我们自己腌的,如果想学的话可以搜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 里面都有配方 我们把这个酱肉切得越薄越好 切好之后我们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切点小料,切碗,姜切粒,蒜切丁 喜欢吃辣的话我们再放两个干辣椒 好,切好之后我们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调个料汁 生抽5克,蒸鱼吃油10克,鸡精3克,味精2克,白糖2克,蚝油5克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的盐就不用放了 因为这个生抽和蒸鱼吃油都是咸的,所以说不要放盐了 汁水我们调好之后,准备上锅,开始操作 好,进锅上火,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我们把锅给它划一下 锅划好之后,我们把油给它倒出来 然后锅中再次加入少许的菜籽油 再稍微来一点点猪油,更好 然后把切好的酱肉倒入锅中 小火给它煸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酱肉啊,一一热,立马就个透明的 非常的漂亮,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诱人 好,酱肉煸好之后,我们下入小药 葱姜蒜,干辣椒,这个煎香 煎香之后,我们倒入青椒粉 再做这个翻炒均匀 然后再给它淋入,炒起的百年老酒 好,再做个翻炒均匀 好,翻炒均匀之后,我们把料汁再倒进来 再做这个翻炒均匀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非常的诱人 最后把童药的叶子再放进来 好,翻炒均匀之后,我们关火 童药叶预热即熟 所以说我们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出锅之前淋入少许的小猫油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装盘 好,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这份童药制作完成 我替大家尝一下 嗯,童药的清香 加上酱肉的香味 真是太好吃了 这样炒出来的同好 比青草蒜蓉的都好吃 绝对让你吃一次都忘不了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